來 下面這樣 姚小姐 董事長在辦公室等妳 董事長 溫馨完成和上海大衝生技公司的新合約 挑釁比我們去年還要 是不是公司的工作不夠忙碌 還是我給妳的薪水太多 多到妳有錢去投資別家公司 我不懂爸的意思 聽說這家生活科技公司 妳也有分投資啊 我想妳誤會了 這家公司成立支出 的確循了過我的資助 但是我只提供了一些意見 僅持於此 是這樣嗎 真的是像妳所收這樣的嗎 到現在還不說實話 姿佑啊 進來一下 生生快樂 姿佑 爸 叫妳來 叫妳來 不代表我已經原諒妳了 我 我不想聽妳任何解釋 我不管妳投資的目的是什麼 以後不准 也不會再有這個機會 妳最好記住 不管我也沒有安插人在妳身邊 妳的一舉一動 我還是可以撩入這場 既然如此 爸又何必撤走我所有助理 還凍結我個人資產 但這是對妳一個小小的懲罰 是要告訴妳 不要再妄想擴展自己的版圖 也不要再花心思去累積自己的財富 妳要做的 就是乖乖聽從我的命令 在一無所有的狀況之下 我想妳也變不出什麼花樣 既然這一切都將屬於兒子的 爸實在不該把女兒放在公司裡 再提心吊膽 那倒未必 這麼多年來妳待在我身邊的表現 我必須承認妳的確遺傳了我生意頭腦 但正因如此 我更不能讓妳被別人使用 講白一點 任勞任怨也好做牛做馬也罷 妳就是來替妳弟弟打拚的蜜 而我不可能留下什麼好處給妳 幸虧我還有這麼一點好處 否則我在姚氏裡 豈不是你牛媽都不如 妳應該很慶幸 妳比妳的姐妹聰明了那麼一點 要不然的話我早就找一個 跟姚氏有來往的對象把妳給嫁了 在我們姚家 那女兒雖然是多餘的 但是我仍然可以把妳們 發揮到最大的利益用價值 我終於明白 懲罰我對投資的說法 只不過是一個藉口 妳最大的目的 是要肅清我 鼓勵我 確保不會有任何動作 甚至不能有一點想法 這輩子 只能竭然一生 老死在姚氏裡 竭竭得不錯妳的確聰明了 但是妳再厲害 也是我調教出來的 妳想要跟我鬥 再等十年吧 沒事妳走吧